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第一个是长善 第二是救失 在了凡视讯里面也提到 未论行善 先去改过 因为过不改 我们的心 就在虚妄 迷失当中 很难滋长很多的善 假如过失不改 就好像一个水桶底下破了洞 您在注入很多的水 终究还是会被漏光了 所以这个救失的工作 也是不能等待 因为习惯成自然 不管好习惯跟坏习惯 自然以后 就不容易改过来 所以好习惯保持 坏习惯赶快改 那这位朋友 您观察的结果 现在的小孩 问题在哪里 真是太平盛世 哪些问题 没有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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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练毛笔字 耐性就在 一举手一头竹当中练 他每一笔一画 能够定下心来 他的这个写的过程 他的内心就在调整 所以书法能够写个两三个月的 那孩子的气质马上就变 好 来还有没有 哪一些 懒惰是吧 你们讲的怎么我都有 来 没有礼嘛 没有礼嘛 各位朋友 这两件事是一件事 您看这些是不是成败的关键 人生成败关键 所以掌善即是救师 救师也在掌善 好 来还有没有 自私 傲慢 傲慢就 傲慢的根源 没有礼 他有礼貌怎么会傲慢 一个人会无礼 会傲慢 其实都是自卑感作祟 你看现在年轻人哪有什么本事 就很傲慢 但是内心没啥东西 他必须打肿脸 肿胖子 然后他要告诉你 我已经长大了 他是身体长大 不是思想长大 好 好 来 再来 我们就列十条好了 所谓十大罪状 顶嘴 无礼 浪费 浪费 输辞 脾气很大 韧性 韧性也是脾气大 好 我那时候在海口的时候 成立这个单位啊 在海口也是第一家 所以很多 来的家长也很好奇 国学启蒙中心 第一个关心的问题 你们的钱从哪里来 奇怪都不关心他儿子 都现在要问钱从哪里来 再来 启蒙啊 这个蒙是易经的一个挂项 天地初开啊 万物都还很脆弱 这时候要好好保护他 所以从这个蒙卦延伸到教育小孩 他一生出来啊 身心各方面都不稳定 所以你要把他的根基扎好 所以易经说 蒙以养正 胜公也 你把孩童的人格 把他的正确价值观确立好了 那他会终身受用 所谓三岁看到大 六岁看到老 所以说啊 同盟养正是多么神圣的功业 功德 所以诸位朋友 所有流民亲史的圣责人 大半都会提到他的母亲 所以孔子 孔子 都是有好的母亲教导 才能够有这么顶天立地的志向 那这一些家长 一进门 刚好我们的场地比较大 所以离办公室也要走个几十公尺 所以我就陪着他们走进来 一路上他就开始讲 说我的孩子脾气很大 我的孩子很懒惰 我的孩子又没有耐性 我的孩子又很自私 结果一路上也没有 什么停顿 这真的是如数家珍 一一都把他点出来 后来进了办公室 我就请他先坐下 然后我去倒一杯水 对他说 你一定很口渴 讲了这么多话 来来喝杯水 接着我就问他 我说孩子没有耐性是结果 请问原因出在哪 孩子很自私是结果 原因出在哪 孩子很无理很懒惰是结果 原因出在哪 您有没有看过孩子从小很懒惰 生出来就不想动就瘫在哪 那你要赶快带他去看医生 每个马都活蹦乱跳 为什么养到最后十七八岁的 放假都瘫在那里看电视动都不动 还蛮有定工的 定错地方 对啊 你不能看那个结果 这都是长期的行程 长期的影响 因重错 家长每一次我这样问 他们都会露出很惊讶的表情 虽然他没说话 我知道他的意思说 怎么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我 所以有一个母亲 她去找了一个教育专家 就讲出了她孩子的一些情况 这一位专家就对她说了 她说你儿子小时候系鞋带系不好 你是不是从此就买那个没有鞋带的 给她穿 这个妈妈说对 你儿子洗碗 洗了之后把衣服弄脏了 你是不是以后就叫他不要洗了 她说对 你的孩子整理他的房间 整理的乱七八糟 后来你就帮他做了 她说对 然后接着又说 你儿子考上大学 是不是你拎着行李跟他一起去的 他说对 他的表情越来越激动 他说 你儿子大学毕业以后 是不是你捷径各种关系 去帮他搞找工作 他说对 你怎么知道 那我怎么办 我说那我下一步怎么办 他说你别着急 你就好好把钱准备好 你儿子生病了 你就带他去看医生 你儿子娶老婆了 你就准备买栋房子给他住 这样能不能解决 所以很多呈现出来的问题 都是从小教育适当 但是亡羊补牢 犹未完以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不着相 你看中国是说思想 什么是思 思就是你的心分成好几块 这一块是我儿子 这一块是我先生 然后你就分得很清楚 所以你表现出来就是自私 你的孩子就学不到仁慈 思思分得很清楚 很会计较 想是什么 心上面有一个什么 想 执着 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 不能教了 所以不是你的孩子把你击败 谁把你击败 你自己的想法固着 所以这个时候不能顺着自己的烦恼对应事情 要想到 今成所至 今时为开 人之初五 人之初五 信本 你要信任 所以我们这一年多来 很深刻的感觉 不管他的年龄多大 都能够接受 能够勇于改正 当然前提 你为人父母 为人老师 甚至为人企业的领导者 你的榜样要做得很好 这样才能感动别人 就好像昨天提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 听了三天课 隔天就起了个大早 帮父母做早餐 这个时候你的心里要赞叹 可不能每天在那里想 他到底能撑多久 这就是你的心又浊了 像了 那其实最难 最高难度的就是呢 引导你的另一半 因为你打从心里不相信 他会变好 这样就障碍重重 所以要不分别 不执着 然后从自己本身开始做起 相信必然可以说水到取成之效 那我们首先看这个耐性 现在的社会生活很紧凑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对话 最常讲的一句话叫 快点啦 快点啦 从小就被这样催促的很紧张 所以心很浮躁定不下来 我们看到之前举的七岁的孩子 上台来第一句话是 做人原来要孝顺 这个孩子的第二句话是 我还没学弟子归以前 每天想着如何谋害父母 本来她的妈妈高高兴兴 要来听她分享 结果她这一句话出来 她的母亲非常错愕 接着痛苦的掉眼泪 就在底下一直哭 那诸位朋友 我们知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 孩子在做什么 当我们完全忙碌在工作之中 人啊很难很敏锐去洞察到别人的状态 你也很难细心的去关怀家人 所以你看中国字 盲什么意思啊 左边一个心 右边怎么样 所以心死了叫盲 所以以后不要说我很盲 他要用什么 所以心死了你就很难啊 去看到别人的需要 去付出去关怀 所以慢慢的就怎么样 眼睛也看不到了 所以你看很多四十几岁的男人 好像也赚了不少钱 出来有一天她太太过来 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谈 啥事我要跟你离婚 他还说怎么会这样 到底她的太太跟她的心离多远 她知不知道 看不见啊 跟孩子沟通 没三句就骂起来了 他也莫名其妙 因为跟孩子的心没在一起 没有那一份信任 他为什么要听你讲 这个就盲了 到最后遇到这一些人生的情况 他说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为什么人生搞得这么糟 所以他觉得茫茫人生 成龙有一次性高采烈 要去接他儿子下课 结果去了以后等半天没等到 刚好遇到他孩子的老师 就走过来说 你儿子都初中了 你还到小学来等 现在这样的父亲不在少数 真的 我问过很多父亲 他不知道他儿子年纪年纪 几班那更不用说 所以人要冷静 这么努力工作的目的在哪 难道是那一个变化的数字 从一千万变两千万吗 从两千万变三千万吗 当时那样的数字的时候 其实它只是一个数字 它已经不会影响 你最起码的物质生活 而我们去经营财富的初衷是什么 是不希望家人爱饿 再提升一层是希望有好的家庭生活 所以人做事 往往做到半途的时候 把本来的目的怎么样 忘记了 到最后你就会茫茫然 所以经营家庭经营事业 绝对要不忘初衷 不然走到半途 会被茫茫蒙住了双眼 所以当父母都在茫茫当中追逐 把这一个茫茫的心 又加诸在孩子身上 讲好听一点叫做望子成龙 讲不好听一点 就是要让孩子给他有面子 所以把他的学习排得满满的 孩子每天就好像在赶场一样 下完课马上到安清班去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的学习也都排得很满 我还有学生说他最不喜欢放假 所以当父子没有亲情的互动 都是这一些要求他去学习 他焦躁 他埋怨的心慢慢怎么样 开始积累 父母又没有去体察他 所以那一份愿就越积越厚了 所以才会讲出这一句话 这一个孩子还没有讲出这一句话以前 在他父母的心中 他是什么孩子 好优秀啊 弹钢琴也得名 跳舞也得名 他都以他为柔 所以人要活得明白啊 而学习绝对不是 学得很多 他就能学得好 学习学得很杂 他其实已经跟求学问的方法背道而驰 所谓教之道贵专 你看我们在学校读书 第一节中文 学了四十分钟 脑子还在中文的状态 马上下一节课数学 要转一个频道 再过一节课英语转一个频道 一天课程下来脑子都转得怎么样 没有定 定才能开智慧 所以杂乱不是学习的好方法 但是因为现在人 急功耗力 心很急躁 所以用的方法也没有反思 也没有仔细看看孩子学习的效果 好像觉得钱花了就好 我自己的二姐 她是博士毕业 她从初中一年级才学英文 而她读博士期间 还到好几个国家用英文做专题演讲 那为什么她从初中才开始学英文 可以学得这么好 有一个关键的字眼 叫定性 从小读书已经把心怎么样 能安定下来 能专注 只要有定性 有专注力 往后学什么 速度就很快 但是假如心乱了 不能专注 学的东西越杂 没有一样精通 而且学杂了以后 她的内心会起一个态度 我什么都会 其实什么都没有深入 所以杨淑芬老师从小 他也没有学一大堆才艺 他也是一门深入学书法 从五岁就开始学书法 我们看到地址规的课本 是杨淑芬老师亲笔写的 很多朋友一听说是亲笔写的都吓一跳 他都以为是机器印出来的 为什么能够到这样的功力 专注 那杨老师在教学生书法的时候 不只训练他的定性 他会告诉学生 这个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之间 距离要取好 不要太急 就好像人跟人之间要懂得分寸 不可以太过分 那杨跟杨之间你也要取好距离 就好像你的一天都要安排的得当 要过得充实有规律 所以在写字当中也把做人的道理融进去 所以当他知道学一门艺术必须有定性 必须有耐心 他在这一门就成就了这些态度 往后让他学传科 学国画 学古琴 学音乐 他的进度一定比其他的人快很多 各位朋友 你相不相信我现在去谈古琴 也可以谈得不错 心能静下来学什么都事半功倍 所以杨老师也没学过所谓这种电脑美术设计 但是他对于艺术的敏感度就非常高 因为他在书法当中已经形成深度的鉴赏能力 所以那个画面一看 他马上就觉得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所以连专业的设计师都对他很佩服 所以教育孩子不要扎乱了 生活也不要太急促 不然孩子的耐性都丧失掉了 好 再来我们提到孩子懒惰 我们在求学过程 常常听到长辈对我们讲一句话 你只要把书读好就好 其他的事你都不用管 这句话有待上去 所以在深圳的报纸 曾经就画了一幅画 画了一个大学生 戴了一个学士帽 然后他的母亲端了一碗饭夹给他吃 这不是笑话 这是真的 那报道里面就提到 这一个大学生因为生活治理能力太差 那跟同学相处很没规矩 把人房间寝室搞得乱七八糟 所以没有人愿意跟他住 那到老师的家里 一进门 在借老师的电脑 然后一边打一边吃东西 搞得地上都很脏 所以他们学校的老师也很怕他 看到他就赶快跑 所以后来学校不得已把他劝退了 你还是回去吧 回到家里 他跟他母亲是死对头 所以要他母亲喂他吃饭 他才肯吃 所以一个孩子的生活能力 跟为人的态度如此 冰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那像我从小也是没做啥家事 所以看起来就笨手笨脚 我记得我在澳洲学习的时候 我们轮流两三个礼拜要洗一次碗 那洗的都是七八十个人的 碗筷 还有一些煮饭的锅子啦用具 所以我在那里洗碗的时候 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说人生啊 该你干的活啊 你跑到天涯海角 也得干 那你是要年轻的时候多干一点 还是要老的时候才来 歹命 才来辛苦 所以生涯规划 福分 要放在中晚年乡 这才是真正的福报 所以我几十年 少洗的碗 一次把它洗干净 我记得洗那个桶很深 这样耍 去完澳洲以后 到了海口也是自己煮饭 洗衣服什么都自己来 在那个洗衣服的时候 突然想起一首歌 叫什么歌 叫师三子佑 你们怎么都知道 所以在这个当下 感念到父母不容易 做了那么多家事还要上班 却从来没有一句苦 一句辛劳的言语 所以人生要靠自己去体会 刚好有一次我在洗的时候 卢叔叔从我的背后走过去 突然他就停下来 他对我说 看你洗碗就知道了 你太好命了 所以你看连洗碗 都把自己的底细露出来 所以我从这里又体会到 一个真正有智慧 有人生历练的人 他看你走路 看你的动作 他就可以判断 你有几两座 您不要起鸡皮疙瘩 人生只要坦荡就好 有过肯改 人非圣贤 俗能无过 过而能改 你不要这一段话讲完以后 都不敢走到我们师长面前去 过能改归于我 最重要 所以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有发展 他的生活能力 做事能力一定要好 现在的企业家绝对不是只看你那一张文凭 而你只要读书 什么都不管 就是叫他只注重什么 文凭 所以你的孩子假如是这样培养 绝对跟不到真正有本事的领导人 所以你这个线要铺得远一点 那我是家事做的不多 但是还算有礼貌 所以因为有这个礼貌也救了我 这些长者虽然看你笨手笨脚 因为你还有恭敬之心还肯教你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我刚洗完澡出来 卢叔叔刚好走进去 他马上就把我叫过来 他说 在团体里面生活 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 你所做的任何事 不能影响到其他人 这是最基本的 你能不能帮助别人 那再说 最起码你的生活态度 不要造成别人的烦恼 所以你看你现在地湿湿的 假如我们七十岁的老 老先生走进来滑倒了怎么办 那你看你的头发掉在地上 假如刚好另外一个朋友有洁癖 那他不就很难受 所以用完一个公共用具 一定要把它弄干净 再离开 那接着卢叔叔说 你想学我才教你 后来隔天要出门 我就跟卢叔叔讲 说卢叔叔我这个人习气很重 下一次再发现其他的问题 甚至于是相同的问题 希望你也不令给我指教 给我指导 所以后来 在这两三年过程 这个卢叔叔 他也给我很多指导 透过面对面也好 或者电话当中 他给我很多的提醒 所以这个做事的能力 是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那做家事 他体会到父母的辛劳 当他能够体会感恩父母的辛劳 自然而然 他念书也会变得有动力 而他那个动力 不是为了要得到父母的奖品 而是为了报一个父母的恩等 所谓亲所好 立位俱 那很多老师听完课以后 他们就马上在他的教学当中 去落实德行教育 其中有一个老师就提到 生日是母亲的受难之日 所以应该好好地帮父母的忙 而不是要礼物 要蛋糕 那孩子其实很受教 他受的污染不多 一些欲望还没形成 所以你一这样教导他 他马上就会调整 那有一个小女孩 他当天生日 就跟他母亲说 他要亲手炒一盘黄瓜 给他母亲吃 那一走进去 因为他个子不高 四年级 所以就搬了一个椅子 才踏上去 那接着 他就把油倒下去 那油稍微喷起来 他就赶快去找一个手套 把自己的手撑住 各位朋友 一个孩子应对事情的能力 从哪里学习起 从他从小做事当中 他的脑子就在动 所以你不给他做事 他的脑子就少思考很多事情 很多情境 所以现在高学历变成什么 高失业率 太简单的工作 他觉得我学历那么高 不肯做 那真正给他高的工作 因为他很多处理事情的 能力都没形成 他也做不了 高不成 低不咎 所以你让他多做事 他集中就生智慧了 所以拿了一个手套套起来 接着把黄瓜倒下去 黄瓜里面掺了点水分 所以这个油建得更高了 所以他勤急之下 就去把他父亲的安全帽拿过来 这个叫做全副武装 好不容易把他的黄瓜炒好了 我不知道他滴了几滴汗水 当他把这一盘菜端出来 跨出厨房的那一步 这个孩子的内心有没有转变 有啊 他知道煮饭容不容易 不容易 心境一变 以后吃父母炒的菜 会不会挑善解释 那不会 所以你要让他多做事 洗脑才怎么样 知感恩 所以我们常常在思考 很多处事的正确态度 为什么孩子都缺乏 你一定要把阴找出来 所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去种红萝卜 种空心菜 种了一些菜忙了二十天左右 把空心菜把它收成 然后煮了一盘 我花了二十天 他们花了两分钟就把它吃完 所以突然体会一粗一饭 当时来处不易 所以很多事要有体会啊 这份感恩心啊 才提得起来 那做家事当中 孩子就养成一个勤劳的态度 越做啊 第一个他的身体会好 越劳动他的筋络 筋脉就越健康 那做多了他的体力也好 看起来就动作灵活 所以比较勤劳 再来常做家事 他走到人群之中 他绝对不会等着人家 事后他 他会很主动的去帮忙 因为在家里如是 到外面才能自然展现 所以今天他走到大学的寝室里面 刚好看到其他的同学在打扫 他马上会走过去 来来来我一起帮忙 所以给同学的印象就相当的好 自然而然很容易融入人群 所以我们思考一下 一个处处能够付出的人 必然赢得别人友谊的双手 但是假如在家里都不做事 都只会看电视 那到了寝室还是一样 别人在那里忙 他在那里视若无睹 不只不帮忙 不帮忙的人保证会惹麻烦 因为他不帮忙 他不知道人家的辛苦 所以生活习惯不好 拿的东西 公共的东西又没有放好 东西又乱摆 所以一定又把人家的 努力的成果搞坏了 所以慢慢他人对他就有怨言 所以要有好的人迹 也要从处处啊 懂得去付出 懂得勤快下手 那卢叔叔也曾经跟我举过一个例子 他说小时候 他的母亲会叫他 去把隔壁家邻居的水缸 把水缸的水把它提满 去挑水把它装满 那把水缸的水装满 必须要来回两趟才做得到 而每一趟都要走各把个小时 因为要到河边提水 所以这一趟下来 坐下来也要两三个小时 而母亲叫他的时候都已经四五点了 所以等他回来的时候 大家都吃饱饭了 那个饭菜也都凉了 他才自己默默在那里吃 那诸位朋友 你会这样教孩子吗 什么隔壁家的水缸水稻满 现在连公寓门前的走廊都不肯扫 卢叔叔有一次走下楼来 看到他们底下那一层 的那个走廊很脏 他就敲敲门给他的邻居 他的邻居在当小学老师 一开门他就跟他说 你这里扫一扫 你们家里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结果这一位老师马上跟他说 你为什么不叫对面的扫 所以现在人计较成什么样 那他的下一代又交成什么样 所以人算不如天算 交得这么自私啊 孩子的自私首当其冲的是谁 一定是离他最近的人 很多家长还说 儿子啊 谁欺负你 你就把他打回去 那一只拳头迟早会到谁的身上 对啊 接着卢叔叔就跟他讲 他说隔壁是租来的房子 而这个房子是你的啊 你也要注重你的生活品质吧 所以人的心有多大 福分有多大 所以给你孩子最大的财富 就是他的心量 那卢叔叔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他就提到 他在提水的过程也是相当辛苦 一步一步走啊 都很想停下来 但停下来又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都是一步一步啊 把他跨出去撑过去 后来他在担任总经理总裁的职位 因为都是空降的元帅 所以难度特别高 压力也很大 你要当空降部队啊 这个公司本有的一些派系啊 你都要一一怎么样 去把他化解 把他凝聚 所以有一次他到一个餐厅啊 去帮他们改善企业 他说他进去以后啊 卷起袖子 然后到厨房去啊 陪着一些厨房的工人一起洗碗 结果他就看到这些厨房的工人 露出很惊讶的眼神 第一个总经理还来洗碗 第二个总经理洗碗洗得比我还要快 比我还要干净 所以他的内心怎么样 福气啊 伺服人啊 你只拿一个职位要压他 他敢怒不敢言啊 但是你用能力用德行 礼服人方无言 所以具备了这些做事的能力啊 才能够领导众人 而这些能力都是在磨炼中形成 所谓不经一番寒策骨 淹得梅花扑鼻香 所以中国人说啊 苦境 这才是生涯规划的正确 顺序所在 所以如主如说他面临很大的压力 突然脑子里都会浮现一个影像 就是他在提水 所以在劳动当中 在历练当中 一个人的意志力 就不断在提升 所以从小什么事都不做的孩子 特别脆弱 因为他没有意志力 有一个学生 他们家的小猫死掉了 后来他也自杀了 你看多脆弱 经不起挫折 这样的例子很多啊 我们在海口啊 母亲骂他 两个兄弟从十楼跳下来 一起跳楼啊 所以真是那个忍受挫折的能力相当相当低啊 所以教孩子啊 这些关键所在 一定要谨慎 要抓得稳 所以我们常说啊 教孩子做人做事重要 而这个做人做事啊 我们一定要从生活点滴 处事待人接物当中 一点一滴去积累 好 那再下来 我们提到的是礼貌问题 刚刚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 他的母亲特别会鞠躬 他的孩子两岁多 最会的就是鞠躬 我在深圳有一次讲课 就提到 我去澳洲 遇到这个卢叔叔 那我啊 对他们也很有礼貌 而这个礼貌是从小就养成了 所以只要有长辈到我们家里来 我只要听到声音了 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 跑过去举一个工作 叔叔好 阿姨好 他们都会露出灿烂的微笑 说你这个孩子正乖 他很高兴 我也很满意 而这种满意啊 是从内心啊 喜悦 因为当一个人在立身行道 在随顺圣贤的教诲 他学而实习的快乐 是从内心出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 有没有拿巧克力给我 现在都不是这样讲 来 你叫叔叔就给你巧克力 差很多啦 这种快乐是外在刺激 有巧克力才快乐 下一次没有巧克力的叫不叫 那就麻烦了 所以长的不是德行 长的是欲望 所以这个习惯啊 给我的人生啊 增加了很多的精力 也增加很多助力 有一次我在坐电梯的时候 上 一上电梯啊 进来一个女士 跟我母亲年纪差不多 她一进来 我就问她 请问你上几楼 所以我们很希望啊 人与人有人情为 希望啊 社会能够和谐 能够和睦 这个目标啊 必须从哪里开始走啊 必须从哪里开始落实 从每一个人与人的 相见互动当中去落实 不然这么高远的目标 是不可能达到的 所以今天 假如我们巴黎的朋友 假如有一百多个人 这一百多个人回到她的社区 她的住处 上电梯的时候都问说 请问你上几楼 突然就会觉得巴黎的天空格外的怎么样 晴朗 被关怀的人也会觉得那一天情绪怎么样 很高兴 那我接着就跟这一位长者说 你好 你好 我叫蔡李旭 这一位长者说 你好 我叫丈母娘 这种例子 不只是这一个 有一次也有一个女士啊 她介绍我说 这个叫 女婿 她说 你的女婿吗 我怎么不知道你有女婿的 所以我爸爸给我取这个名字 取得太好了 第一个好处 李旭啊 里面有个李 假如我很无礼的时候 每一个人叫我的名字 我都全身不自在 人家叫你李旭李旭 你还无礼 那我一定会减寿命 所以因为这个名字 就时时提醒自己啊 要有礼貌 而且不只要有礼貌 要像九颗太阳 这个序字啊 九颗太阳一样要大放光明 要把这个李啊 所以我记得啊 我到那个观音国小 去当老师的时候 我们一个同仁啊 他是行政人员 刚好我刚去啊 他要问我一些基本资料 那他爬到四楼 跟我询问完以后 他就准备离开 走了两三步啊 又回过头来看我 他说我从来没有看人啊 笑得这么灿烂的 但是人要笑得灿烂 要理得心安 道理明白了 没有什么好真的 与人无争啊 与事无求 慢慢的内心就会有喜悦 所以他这么一问啊 我都会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也由于这个笑容啊 跟他结了一个好缘 我就把一些经典送给他 后来也跟这位同事啊 处得很好 所以这个名字啊 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就是 上了年纪的女士 看了我都格外的亲切 所以我这个女婿啊 已经做到全世界来了 所以习惯成自然 后来我上弟子规 上到四诸父如是父 四诸兄如是兄 所以学了 我马上回去 就开始问所有寝室这些长者 这一位长者您几年生的 比我父亲大 我马上跟他举一个功 譚伯伯你好 另外有一个叔叔姓陈 比我父亲小 我马上跟他 陈叔叔你好 结果这个卢叔叔啊 就跑过来说 我也要 我后来才了解 这些有智慧的人啊 确实很仁慈 他怕年轻人啊 不是货啊 主动过来啊 给我们机会啊 所以读古书的这些长者 他们行为的一种存心 我也是从这几年 遇到这些良师 遇到这些善知识 才慢慢去应证 所以后来我给这个卢叔叔 举了一个功以后 隔天啊 他把我叫到客厅 独自跟我聊了两三个小时的话 他在外面讲课啊 很贵啊 他跟一家公司做顾问 一个月见四次面 见一次面三个小时 总共十二个小时 要给他十万台币啊 所以呢 他的时间是很宝贵 但是我们却因为 有一个恭敬的心 得到了他们的 他的提醒 所以我这一段话讲完啊 很多的家长就很惊讶 所以他们本来不重视礼貌 听完以后怎么样 观念就转 好 那这一节课我们今天上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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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